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鈴 歡迎回到我們的虛實世界模組包生存 那上一集 上一集最後說什麼 也不是上一集最後吧 其實有說那個我們要弄 那個花熱爆花對不對 叫做山花 這個話我已經先把它給弄出來啦 哇 要把它給弄出來的話呢 手續也是蠻多的 所以我這邊又多了好幾個東西啦 因為又要做一個地之符文嘛 然後水之符文是原本好像就原本就有啦 然後我就沒有做嘛 地之符文然後做出東之符文之後 還要跟什麼火之符文 然後合起來變成一個暴怒符文 然後再把它給弄出來 在這邊啦在這邊啦 火加暴怒然後再加這一些就可以出來了 那 現在來看的話呢就可以使用它啦 它呢就是要引爆TNT就對了 TNT 那我要先去製作一些TNT了 我這邊是56個 所以我應該保留一個55個 55個可以做 11個TNT 那我會需要40個殺 40個殺 這邊有多少 這邊有17個殺 已經快要快要有40個了 所以先去挖殺 欸 這邊還有一些那個 全部先做成麵包好了 等一下 這裡就一個腐爛一天的喔 所以這個做上去之後 它也不會那個 不會重疊喔 不會重疊先把它放回來好了 啊 重點就是在於 我們要先弄到40個殺 所以先去看 邊挖 邊看這樣 然後我要的是這個賀嘴 出來一下吧 那 大家看我的劍啊 喔 這個是那個打怪 它掉的胡蘿蔔啊 呵呵呵呵 那我的劍呢 當然是昨天晚上 應該說最近吧 都有打一些怪啊 因為在做那些東西的時候啊 我有用到自己的經驗值啊 我有用到自己的經驗值 所以我還是可以打怪打一打 然後把那個等級 先吸收回來再說了 那我把這邊的殺呢 稍微挖一挖吧 這邊的殺還蠻多的樣子 怎麼感覺這個挖沙沒有特別快的樣子呢 啊 它是不是挖沙效果不是那麼好 所以也許我應該還是得要有用個鏟子的才對 欸 幹什麼 哪 哪裡出現了 死吧 欸 又有火藥了 真好真好 沒關係我們還是要按照原定計畫好了 啊 先做多少個啊 44個吧 44個殺 哦 要44個殺啊 11個的話是44個殺 不是40個殺 啊 都差不多了 做10個TNT也行啊 啊做那麼多TNT也不知道要幹嘛 全部是拿來爆炸用的而已啊 然後 反正也不可能拿來炸地圖什麼的啦 我覺得 我不太喜歡那樣子就莫名其妙的去炸地圖什麼的 對 42 43再挖一個就行了 好 44個了 可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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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讓我先上去一下 哇 緊張的時刻到了 啊 我還得做紅石火把呢 紅石火把還沒做 那我還得回去拿一下紅石 要做的事情好像還蠻多的 那當然等一下接下來做完那些事情之後呢 我要繼續的把這邊還有一些東西我想要研究的 就是什麼東西呢 啊在那個法杖那邊嘛 那除了這個之外還有那個法杖 因為法杖的話他有 我原本好像是要研究這個金杖端嘛 我有研究了嗎 我是不是還沒研究金杖端 我是不是走錯走錯房間了 這個才對 金杖端 哦對哦金杖端才正要來研究而已 哈哈哈哈 我還沒有把他研究完 那上一次是說那個 這邊這邊 這邊的話 節點防護術哦 普通木材哦 或是鐵字的廉價法杖都會失效 所以 像我們這個原本那個法杖啊 就是用一般的木棍對不對 但是在這邊也可以去學習這個 宏偉之木的 呃杖柄 或者是再繼續下來 銀樹杖柄 魔法長杖 所以我除了使用金杖端之外 我還得再研究這個東西哦 這邊這兩個都得研究出來 那宏偉之木的話呢 應該去地圖上面找都會有的 他是超級大的一棵樹那樣 哦 然後這個東西啊 啊有些人就叫我住這上面嘛 可是 可是這邊一看大家就知道 他已經變成了什麼樣子了 哈哈 他已經變成那樣 然後苦力怕又來了 來吧苦力怕 大戰一場 死吧 哦準備一個紅石火把 才能過來點燃那個 哦其實 哎 哦天天我不常點燃了 是不是 打火石可不可以點燃他呀 打火石的話 我有打火石嗎 我好像也沒有打火石哦 我為什麼什麼東西都沒了 為什麼什麼東西都沒有 我們來打火石這邊製作一下就行了 我不太清楚哦 這個到底能不能用 我只能說試試看 打火石嘛 然後再來就是火藥 嗯 火藥的話 還有殺 這樣 出來吧 再來就是 再排放一下 很好 現在有11個火藥 在11個TNT已經出來了 火藥再放回來 11個TNT 山花 山花 我 我 他要是沒有作用的話呢 他要是沒有作用啊 我不是就等於是自己要把我自己 辛苦搭建起來這個地方給炸毀了嗎 這個好像風險其實是蠻大的耶 拜託你一定要給我有作用啊 喂 不然這邊都要被我炸掉了 到底該怎麼辦 我把他放在這邊好了啦 然後我確認一下哦 他的能量是要輸送到那邊去的沒錯 所以哎 哦他現在還在發送能量到這裡來 然後 TNT的話 TNT TNT放這邊 放這邊 我們再確認一下好了 啊 山花就是他了 啊 他會 消除一切爆炸傷害 花本身需要無瑪娜 否則這個過程會失敗 花本身必須要無瑪娜 什麼叫花本身無瑪娜 就是現在這個樣子 他沒有任何的瑪娜能量 好 我知道了 所以應該沒問題了吧 打火石 能用嗎 哦 真的點來了 沒事吧 哎 真的沒事耶 真的沒事耶 那 太棒了 不知道有多少能量就是了啊 哈哈 哦 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他到底有多少能量 其實我不太知道 其實我不太知道 我看起來應該是蠻多的吧 哎 好像不是那麼多耶 好像還是一桶岩漿 好像還是一桶岩漿 給的比較多 哦 他的能量現在已經全部 才全部都沒有 不然剛剛好像還有一些些 所以說 其實真的不多的樣子耶 他能量 對啊 哎呀 哎呀 哎 TNT做起來可不簡單啊 喂 但是你怎麼這麼弱的啊 我在這邊會怎麼樣 會不會被他炸死 應該不會吧 OK 又把他給送過去了 能量又再次送過去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 山花裡面還是有能量的 但是他能量會慢慢的就沒有了 好快哦 真的不怎麼好的感覺耶 我不知道 如果說是苦力怕這邊爆炸 會不會也是一樣的效果 他可以吸收苦力怕的爆炸嗎 我看一下 點燃個TNT 爆炸衝擊 產生大量麻納 消除一些爆炸傷害 他倒是沒說苦力怕他可以吸收 耍帥的傢伙是不會看爆炸的 在說我嗎 那我是會 我是會看爆炸 所以我就沒在耍帥了 繼續再點燃一下吧 對 看來炸一次 他點多就是把他那個 能儲存的能量全部都存滿了 然後再發送過來 那這個厚度感覺起來好像 其實並沒有增加多少 所以也就是說他其實蠻弱的 那這個池子裡面會有比較多能量 是因為我有 把我這個馬納石板裡面的一些能量 送到這一個裡面來 因為為了要什麼馬納花瓣啊 還是什麼馬納鑽石啊 這些的 哦他又他又他又沒了 這也太快了吧 這也太快了 沒關係啦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沒關係啦 那我就在這邊把他給炸一炸吧 就是最後一個TNT啊 把他給爆了吧 然後我看他真的 真的沒有多少能量 10多11顆TNT爆炸 在這邊其實沒獲得多少能量 我還以為 至少可以把這個高度啊 水的高度至少填滿一個像素 一個像素點吧 可是他連看來也差不多就填不滿半格像素點啊 再加上他本來其實就已經存放了蠻多的能量了 所以 其實這幾個TNT爆炸啊 其實也沒有說能量有太多啊 但沒關係哦 就先保存在這邊吧 之後還要再製作什麼符文啊 還是什麼馬納鑽石 什麼鬼東西的話 就可以直接丟進來這裡面 把他轉化了 看來只能這樣啊 桑花就暫時先把他放在這邊吧 那這邊有個智玫瑰哦 原本有個智玫瑰本放在這邊的嘛 但這一個距離好像吸收不到這一個啊 上次這一個燒壞了之後 我原本想要再倒一桶岩漿 看看他能不能運作的時候 他距離太遠了 所以我可能要把他也放這邊吧 可是放這邊我怕他能量又傳不到這邊來 嗯 都有些他麻煩的地方哦 現在天色居然已經黑了 那我趕快先回去睡個覺 應該可以睡覺 哎 我根本不會累 我一直在點燃TNT 然後根本就不會一直累 這樣真的好嗎 不過附近的好像都沒什麼怪 太奇怪了 最近這幾個晚上啊 好像也都在下雨 所以那個什麼啊 啊 中介使者也都沒有出現過 我都沒有再打到中介珍珠啊 或者說中介使者出現了 但是 但是他一下子他一下子就那個 他就在那邊跑來跑去的嗎 我能睡了嗎 不行 根本不會累 睡不了了 那我只好在外面打打過來了 生日是吸吸經驗值哦 吸吸經驗值也是不錯的 還有就是要趕快要去找那個 宏偉的神木哦 宏偉的神木的話 我記得我曾經在哪裡看到過 啊 北邊吧還是哪裡哦 啊 總而言之我終於是睡了一覺醒來了 打了三個這東西三個這東西 還什麼嗎 這些東西先稍微帶著吧 啊 我要去打啊 去收集一些宏偉的原木回來吧 然後我要再繼續做那個魔法研究了 啊 是不是帶著那個眼鏡出門會比較好一點 隨時如果有看到節點的話呢 就可以那個 就可以直接來分析使用啊 OMG 暴風來了 我才正要出門而已 就聽到了暴風 襲來的聲音哦 等一下我們再去看一下我們的恐龍會不會出事好了 暴風襲來 所有的動物都被吹著走啦 怪物也被吹著走 這邊可以看得到吧 好像已經看不到 他們已經 在右上角那邊都是可以看到他們被吹得很慘哦 水滴一直不斷的打進來 好煩哦這個 哦這個工具之類的 我先把它放回來吧 嗯 骨粉 差不多這樣吧可以走了 暴風應該是已經遠離了吧 那個暴風看起來 並不 哦他是跑到那邊去了好恐怖啊 就是往那邊掃過去了好 我要趕快出發去尋找那個 宏偉的神木啊 我去外面繞了一圈回來之後才發現 那其實是我突然想到啊 我好像曾經有挖過三個宏偉之木的原木哦 但是為什麼就 就就就就只有三個呢 我為什麼就只有這三個啊 這點是蠻奇怪的 好啦 不管怎麼樣的啊 我要把 一些東西先帶著吧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帶著 帶著一下好了 然後銀樹其實我也有 所以其實那個在這裡面啊 魔導手冊裡面他 宏偉之木的杖柄 再來就是銀樹的杖柄啊 所以我們可以先研究這個 之後再研究這個 不過在那之前呢 我有一個金杖端需要先研究 然後再來最後是秘術杖端 但是先研究金杖端吧 所以說我會需要什麼東西嗎 研究那個東西的話 眼鏡先拿下來好了 不要 要是又要合成他的話 帶著他研究好了 就這麼決定 看起來有點像那個 什麼樣子啊 我也不知道他怎麼解釋 走囉研究去囉 好 所以研究到這裡說 應該只要再給他一個人類 就可以完成了 對 不過人類呢只能下一個啦 但也還可以再合成嗎 人類就是野獸加這個思維 這個這兩個合成 就可以再出現人類 不過看 未來還有沒有需要更多的吧 反而終於是發現了金杖端啊 OK 研究完成了 金杖端這個出現 所以那這個 這個也缺 前置研究 是不是這個也得研究才能夠那個啊 哇 該不會還要這個吧 看一下這個的話 這個的話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在奧數工作台 所以他也需要消耗這些能量 然後要用精力才可以出現這個金杖端 那金杖端應該也是要兩個杖端才能夠合成一個法杖吧 那不管怎麼說我們先研究這個紅尾字幕的杖筆吧 所以我還需要拿這個還需要一些紙哦 紙的話 紙的話去這邊採一下就有了 這邊還蠻多的 甘蔗的上次 中的 我都還沒有收過了 這次來收一下 太棒了還有他他還在 好可愛哦現在還舉著蛋 還蠻有趣的 這個先把它弄紙吧 然後我們來研究 這一個 我來看一下研究他總共會需要怎麼樣的狀況呢 這個也放上來 欸 看起來不會說太多嘛 我來看看吧 嘗試一下 好的 我看他研究起來應該不是那麼的順利啊 這該怎麼辦 他 他還需要再放一個什麼 這個應該就行了吧 對啊這個就是那兩個合起來了 所以就是放這個 OK成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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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帳筆呢 我不知道他到底會要怎麼 消耗多少材料 因為我總共也只有三個吧 欸 剛是不是跳了兩個成就出來啊 啊他只要兩個原木啊 因為我總共只有三個原木啊 所以還好還可以做這個出來啊 這個還算可以做出來 啊 每每種魔力都能儲存50個單位哦 那原來的那個最弱的法杖 每種魔力都只能存放最高是25的那個 所以說是兩倍囉 而且他那個魔力的消耗應該是可以比較少的吧 魔力的消耗還是跟這個有關嗎 啊魔力消耗跟這個比較有關哦 這個不 這個是不會有損失的 所以最好效率的應該是這個吧 秘術障端這個 不過我們到時候再說吧 我們先把 這個先做出來嗎 還是我要來研究這個 銀術的 因為銀術我也有嘛 我我也研究一下銀術的看看好了 就這麼決定了 欸 前置研究 是什麼東西還需要研究的 沒講啊 不是研究過了嗎 為什麼他會說我缺那個 前置研究的呢 難道我還得在做什麼銅杖端真的要嗎 還是要做這個法術核心呢 不太知道耶 那算了沒關係 沒關係 既然如此的話 我先把這個法杖 不是在這裡做謝謝 在這裡做 這個法杖 然後 欸他單獨放的話 我是拿一個那個出來 然後 這樣的話 可以做的吧 可以要消耗3.15這個玩意兒 那就做吧 所以我有了 木葬餅這個出來啦 再來的話就是 哎呦天色怎麼又黑了 不過現在是那個沒有下雨哦 我看有沒有那個 欸有有有有有 有個仲介使者在這個方向 我過去打他 畢竟啊 我需要中介珍珠才見 我看到他在上面 我好像還有什麼蜘蛛什麼的 也很麻煩 來給我 給我你的珍珠 給我你的珍珠 珍珠珍珠珍珠珠 沒掉 有個炙熱骷髏耶 有個炙熱骷髏 我去打他好了 如果打他的話 他會掉那個比較好的東西嗎 欸 想打我 門都沒有 還有 還有你 想在角落偷偷衝出來炸我對不對 門都沒有 哇好多 不要爆 先砍死他 這樣被這個射到一下 太奸詐了 好像還有 果然還有一個在射我的 來啊來啊來啊 你不是炙熱骷髏 炙熱骷髏還要再往 左邊吧 去找一下那個叫炙熱骷髏的家伙 先讓我吃飽一下 哦就是這個 他還冒火 哎呦 他射到我 可是我沒有燃燒 看他射出來的劍並不會有燃燒效果 他血就45嗎 死吧 有了 砍死他了 所以我拿到了一個寶藏了 哦他爆 該死 沒關係 沒有關係 爆就爆 沒什麼好怕的 再來的話還有嗎 那個終界使者好像已經沒了 終界使者的話 沒了 終界使者真的出現了 出現機率好低啊 怎麼這麼 哎呦 怎麼這麼多的苦力怕最近 最近附近真的出了一堆苦力怕 他是知道說我很需要那個火藥是不是 要我拼命做TNT的意思嗎 我用10個火藥是怎麼回事 管他了先睡個覺再說 起床起床 吃飽飽 火藥再放一下吧 紙還是先帶著好了 比羽默都得帶著的 這個都丟回來 那蜘蛛眼的話 根本都已經要壞掉了很多 所以我是不是要先把 做成發酵蜘蛛眼才會壞掉 所以我應該要做那個儲物箱的才對 他有一個那個冷藏 冷藏儲物箱可以做的 我看是不是用雪來做 好像要用雪來做吧 有一個 啊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一個冷藏儲物箱 他可以存放食物 可以存放比較久吧 我看就先做一個這個東西出來好了 不然我那些食物啊 常常在那邊壞掉也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他是怎麼做的來著 他需要雪 然後還需要青金石嗎 可是我青金石 我又沒挖到青金石 真煩 好吧 這個先放在這邊好了 到時候再說 我還可以再去挖青金石 到時候再說 然後我需要拿的是那個了 哎 就是你了經歷 對 然後我要開一下這個 普通寶藏而已了 呵 所以我得到的金幣啊 還有金力 金錠 還有抗火藥水 就這樣而已啊 我跟你講看來沒什麼太特別了 沒什麼好東西 這個乾脆把它變成金力好了 金幣就給他塞回來 OK 所以我們再去 先把那個杖端都先做出來吧 這樣我至少 快跑 去死吧 簡單從我後面過來 太陰險啊 是有那個小地圖哦 應該隨時都要盯著那個小地圖看了才對 好 我們現在可以把研究給做完了 不是研究做完 研究早就都做完了 是把那個 這個也做出來吧 所以我要把法杖 然後3.15哎 而且要做兩個哦 應該是要做兩個才對吧 一個 兩個 所以做出來了 做出來了 法杖還我 做出來了 哦是在這裡啊 所以呢 我還需要能量 但我能量不夠 我有一些地方 我火的能量不夠 我就只差火的能量不夠了 所以我要做這個東西 我還得需要再一個火的能量的哦 火的能量我得去想一下 我應該是有一些那個 我每一個那個 每一個節點都去跑一下看看好了 應該有一個有火的能量的 不知道在哪裡就是了 有沒有被我吸乾 我都忘記了 第四個這邊嗎 這個 這個 這個好像是沒有火的能量 然後 不知道有幾個是 有幾個能量 哦 我沒有把它完全吸乾 所以這邊的能量都還會再慢慢的重生哦 那我現在稍微吸一點回來吧 哦 砍死了這個傢伙 這個傢伙怎麼還掉了 他怎麼還噴了這些蟲出來 這個是蟑螂哎 我得到他的東西了 得到他的東西了 其實我主要只是想要過來這邊 然後看能不能分析一下這邊的東西而已啊 他這個 他的旗幟可以分析的吧 有 旗幟分析到了 哎我還有新研究的線索啊 哦 火是在這裡啊 火是在這裡 所以我在這邊吸火就對了 可是 小心不要把它吸乾啦 剩下1就行了 把它剩下1哦 稍微注意一下 不要把它給吸乾了 然後在這邊的話 又有另外一個節點在這裡啊 我沒有研究過他嗎 應該有的吧 哎真的 我沒有研究過這個 原來我忘了這邊有個節點啊 哈哈 好吧 反正這邊是我曾經死在這邊嘛 因為曾經被那個過來這邊之後 然後很快就被那個 給殺死啊 就很煩這樣子 所以這個我應該還沒有研究到吧 對果然沒有錯 好這邊研究一下 所以我可以獲得一大堆的研究點數 奇之什麼的也被我給研究到了嘛 那 奇之應該沒問題了 對 對對對 OKOK OKOK 這邊該有的都有了 那我可以先回去了 先回家 法杖能量應該是夠了 應該夠了吧 希望是夠了 不要跟我說不夠啊 這個先放一下 法杖 我的法杖在這裡 有都夠了 可以把它做出來了 容量50的這個 容量50哦 然後它並不會有那個 魔力消耗 魔力並不會有比較消耗這樣子 所以 之後如果出門的話就是帶著它就行了 那我就可以放棄掉這一個啦 那這一個是比較好一點的 對的 之後要去用它然後去吸取各個節點的能量這樣子 之後要來做其他東西會比較好一點 那剛剛什麼新的研究線索啊 原來還得去什麼研究一些新的東西嗎 前置研究還是什麼 哎呦 我一點 我一個不小心一點就要研究那個了算了 那要研究它就研究它吧沒關係 把它全部都研究出來也不錯 這個好奇怪的東西啊 啊沒關係 先把它放著吧 那這個研究看起來應該也不會太難啦 像這樣子研究中間其實也沒多少東西哦 很快就可以把它也研究出來了 但我想這一集的話呢 我怎麼會得到這個褲子 還可以穿的咧 這好奇怪的樣子哦 我就 這個模組裡面怎麼 東西隨便亂搭配起來 就會搞變很搞笑這樣子 好啦不管怎麼樣我們這一集在這裡先結束囉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回再見啦 大家拜拜